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这个我们要讲圣经了 下面也展开讲旧约中的耶稣 预言 预表 预期 预备 我用了四个预 我们一个一个讲 这一刻呢讲旧约的预言 我们先看旧约和新约的统一性 旧约呢有三个含义 一个是指旧约圣经 就当我们说旧约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三个意思 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是哪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旧约圣经 包括摩西五经 历史书 律法书 文学书 跟先知书共三十九卷 第二是指旧约本身 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所立的旧约 核心是摩西的十戒 拓展至节期 礼仪 言行举止 衣食住行 等等规条 很多很多的规条 人要是遵守了呢 神就赐福 这是旧约本身 然后呢 三是指旧约时代 指的是这个时代 什么时代呢 就是以色列人处在旧约的 权势之下的时代 那么与旧约相对应呢 新约也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指新约圣经 包括四福音书跟使徒书信 共二十七卷 第二个含义呢 是指新约本身 就是耶稣用他的血 与人类所立的新约 你注意啊 旧约是耶和华 用律法 与以色列所立的约 而耶稣呢 是用他自己的血 与全人类所立的约 他舍命担当人的罪 人用信心接受他的爱 这样本乎恩 因着信 那么第三 新约是指什么呢 是指新约时代 就是人类处在新约恩则下的时代 不再是处于旧约传实下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了啊 当我们说旧约的时候 里边有三个意思 说新约的时候里边也有三个意思 那么旧约和新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旧约以律法为本 那么新约就是以恩典为本 如果说旧约是以人的行为 换取律法之意 那么新约就是凭人的信心 知取所赐之意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里边 提到了所赐之意 旧约呢 是刻在摩西手持的冰凉石板上 新约呢 则是用耶稣的热血所铸救的 如此等等 那么旧约和新约两者 又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吗 有 在哪里呢 我在这里简单列举几项 旧约是新约的背景 没有旧约就谈不上新约 旧约是新约的见证 在旧约中充满了耶稣的影子 旧约呢也是新约的理由 耶稣入世的原因就藏在旧约中 我们也知道耶稣漫长的家谱 是扎根于旧约的 对他的预言预表预期预备 全在旧约中 可以这样讲啊 耶稣不仅是新约的中心 他也是旧约的中心 正是耶稣 而且只有耶稣才能够把旧约跟新约合而为一 让他们不可分割 旧约跟新约的一体性啊 就一体在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圣经 我们也收入犹太教的旧约 那么第二点我们来谈 新旧约统一于耶稣 我选了四段经文 非常清楚明白的 说明了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 就在于旧约也像新约一样 是耶稣的见证 第一段 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查考圣经 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这里所说的圣经 耶稣所说的这个圣经 就是旧约 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出现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查考旧约 以为里面有永生 不错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旧约 然而你们却不到我这来 得生命 你们得了很多旧约的知识 律法 就是没有得我的生命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白 不需要太多解释啊 第二段经文 是耶稣对门徒讲的 上一段是对法利赛人讲的 耶稣说 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 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个教训是指什么呢 就是旧约的教训 你看 他说凡听了这个教训 又学习的 就是凡是读了旧约 相信旧约的 就到耶稣这里来 第三段话 讲的是耶稣复活之后 在伊玛五四路上 与两个门徒边走边聊 他从摩西跟众贤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可见解经包括解释旧约 就是要把里面的耶稣解释出来 我们现在的解经 大部分都是解出知识来 根本就没有归到耶稣这里 解律法就是归到律法 解咒诅归到咒诅 解摩西归到摩西 你解摩西的时候 一定要归到耶稣这里来 旧约本来就是新约的影子 后面我们会讲保罗说的 旧约是新约的影子 那个本体那个实体在新约里 在耶稣身上 作为解经就是要把耶稣解出来 所谓读经就是要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 这是很明确的 第四端经文我引的是 耶稣复活后讲的 他站在门徒中间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 整本圣经归到耶稣这里来 这是唯一正确的读经方法 解经原则 我们可以说摩西说的是对的 没错 按照这个律法我们就是这样 应该接受惩罚 罪的后果就这么可怕 说的一点都不错 但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担当了咒诅 这个咒诅就从此卡断 所以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谁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了 是耶稣讲的 所以连起来 解经连起来 旧约新约呼应这节 而且最后要归到耶稣 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事情 下面我们就一条一条的考察 旧约是怎么预言 预表 预备和预期耶稣的 我们现在这一刻只谈预言 旧约对耶稣的预言 首先讲什么叫先知 人类历史上有个别一类人 他们被上帝所拣选 被圣灵所感动 聆听神的启示 奉命向人发布 他们被称为先知 以色列的先知们 大量的预言了耶稣 下面选摘的一些预言 出自以赛亚 耶利米跟大魏之口 熟悉新约的人 一看就知道 这都是冲着耶稣说的 一 福音来临 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 那报家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 对西安说 你的神来做王了 地级的人都看见 我们神的救恩了 你看这话说的 地级的人都看见了 就全世界都看见了 二 难以置信 以赛亚书说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神的臂膀 向谁显露呢 这是讲这个福音 太美妙美妙 美妙的一个地度 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第三 降生奇妙 必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乃是处女怀孕所生 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这一段 大家都熟悉的话 这是直接了当 讲耶稣的降生 第四 与神同等 他名为奇妙 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这些话都应验了 第五 身世卑微 他像干旱之地 长出的嫩芽 第六 外表平凡 他无家形美容 毫不令人羡慕 他的相貌 比别人憔悴 面容比世人苦高 骑驴进城 圣经上说 耶路撒冷的居民 看 你们的王骑着 驴鞠子来了 第八 遭遇患难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他被藐视 厌弃 饱经痛苦 忧患 无人尊敬他 你看我们前面 刚刚讲了大难篇 讲了耶稣受的苦难 真的是无人尊敬他 不管是他的敌人 还是他的家人 还是他的门徒 该尊敬他的都不尊敬他 还有被人误解 他担当人的忧患 背负人的痛苦 人却以为他被神击打惩罚了 注意最后一句话 只有犹太人 他说得出这个话了 不是说他倒霉了 说他不信了 说他怎么怎么 说他被神击打惩罚了 第十 他舍己爱人 经文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第十一 他承担众人的罪孽 先知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神将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第十二 沉默如羔羊 先知说 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像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 手下无声 我们正好刚刚讲了 他的这个 受审的时候的沉默 不辩 不争 不自慰 不还击 第十三 他遇难 遭害 先知说 他受审判 被夺命 受鞭打 被剪除 无人想到 这是因百姓的罪过 第十四 他的骨头不折断 神保全 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啊 就是本来要让他死 他如果不死的话 就要打断他的腿 结果没想到 他已经死了 那么快就死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第十五 成为赎罪祭 先知说 神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苦 以他为赎罪祭 第十六 他为罪犯代求 先知说 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又为罪犯代求 你看这话全应验了 他列在罪犯之中 多准确 一边一个 把他夹在中间 但是呢 他却为罪犯代求 第十七 与恶人同埋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讲他与恶人同埋 这个同埋就是同死的意思 也是指跟强盗在一起 胜过死亡 神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 这是诗篇大卫的诗篇里边说的 第十九 他必兴旺 先知说 神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横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心满意足 第二十个预言 他必升为至高 先知说 他行事通达 必被高举上升 且称为至高 至高就是最高 第二十一 因他称义 有许多人因认识他 得称为义 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话说的真明白了 那后来保罗概括的 都是从旧约里边抽出来的 都是耶稣所做好的 然后旧约已经预言的 保罗把它列出来作为结论 因他称义 第二十二 他为大祭司 这是诗篇里边讲的 神启示 让他照着迈基启德的等次 永远为大祭司 后来希伯来书 也专门讲到这一点 第二十三 他超过君王 先知说 他必激动 并洗净许多国民 君王要向他闭口 这是口气说的 这个两千年的历史中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情 第二十四 他得胜仇敌 先知说 他坐在神的右边 神要使仇敌坐他的脚凳 他要在仇敌中掌权 第二十五 他的国度神圣 先知说 他掌权的日子 他的民 多如清晨的甘露 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其实这是在讲我们基督徒 第二十六 另立新约 这是耶利米书里的话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第二十七 不像旧约 这也是耶利米说的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是不像旧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旧约 以色列人没有遵守 是违背的 所以要另立新约 新约什么样呢 这个耶利米讲 第二十八 是诉诸于心灵 他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你看耶稣来了 都是讲心的 登山保训讲心 天国在哪里 在你们心里 是吧 什么什么都是心心心心 全是讲心 你到旧约去看律法 全是讲行为 行行行 这么行 不要那么行 第二十九 要向人表明 神亲自向人表明 先知说 他们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注意这个话了 在旧约的时代 人是被教导 被带领 被鞭策 去认识耶和华的 但是到新约里边 耶和华是直接面对人的 另外一个地方说 你的教室不再隐藏 要直接面对你 所以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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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 恩典降临 也是耶利米 先知说的 他说 我要赦免 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句话 就把摩西的话 全部超越了 我要赦免 他们的罪孽 以前说 我要纪念你们的罪孽 然后不再纪念 这里说的是 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恶 没有说理由 没有说前提条件 这就是恩典 耶稣 在旧约里藏着 那个影子 灼灼的 在那向我们显现 今天呢 我就是 把这个旧约里边的预言 简单的列了 三十个出来 OK 我们感谢主 主啊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是丰丰满满 远超我们所思所求所想 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看见了你的影子 从影子成为今天实体 从实体成为我们的朋友 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的神 哈利路亚 你就在我们的心里 在灵里边 与我们合而为一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一切 你是爱 你用你的怀抱来拥抱我们 主啊 真的是我们的生命 所有的一切方面 你都会祝福我们 主啊 谢谢你 因为我们是属你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